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英國第一巡邦宇旅程 我們先去Tamby 我們就去Tamby 我們先進郵遊 先進郵遊 進郵遊時間 油價好像下跌了一點 每次50磅有蚊,價錢是很齊整 我們今天打算拍攝10小時,只是5磅 真的很便宜 這裡也有很大的停車場 不過現在是大概11點 上午,其實已經差不多敷了 所以如果大家戒日上來,可能要早點出來拍車 青別的巴士 太漂亮了,一下來,周圍都是很不同色彩的屋 然後我們就已經走到海邊了 真的很漂亮,我想說每一個角落都可以拍到很漂亮的照片 已經很想再來 看看 哇,超大的沙灘 大家看到很多人已經在曬太陽 真的太舒服了 究竟在熱浪下的英國是怎樣的呢 其實今天我們來到Tenby 現在是20度 其實今天最高都是大概22度 其實我覺得天氣很涼爽 雖然它是熱的 但它完全沒有香港那種 你一出門口,你腳身已經流汗了 這裡其實是很爽的 其實很多人都出來了戶外 對,可能去沙灘啊 游一下水啊 其實呢 我想如果我自己在這裡游泳 那些水應該都真的挺冷 因為我現在都是 雖然有太陽 但其實也是很涼爽的 令到你其實 感覺好像香港的秋天 外面還有人玩一些水箱很冷 讓我近一點給大家看一下 都不是太多人游泳 可能因為真的很冷 但如果你說在沙灘呢 曬太陽 其實這個天氣又真的挺適合的 OK,那我們就再逛逛 探索一下先啦 我想說呢 我們來到這裡 是已經按耐不住 是不停到處去拍一些彩色 今天實在太漂亮了 因為全部圍繞著我們那些 都是一些很色彩的建築物 好漂亮啊 這裡的環街窄巷 Tambi的屋究竟是多少錢的呢 看看這三房間 三房間 三個廁所 大約250萬 看看這個青蛙市場 一字六開 哇,好可愛啊 好可愛啊 這個市場是 都挺特別 很古老 還有一些細 有些 都是賣醃了的肉 這個市場呢 一進來就已經看完了 到此一遊啦 那也是有一間賣肉的店 還有一些賣光貨的東西 還有一些賣明信片 還有一些果醬 這裡呢 看到環街窄巷 是很漂亮啊 真的每條巷都很漂亮 有兩張探索 每一條都走 但其實我們已經 是亂走了 不太知那個方向 周圍走不走 我現在手指指著那裡 就是最多人打卡的地方 等一下下去看看 先看看 這個好像是 這個好像是 哇 都是啦 沿路 爛街雜旺之後呢 就會經過一個沙灘 然後就是有很多 很色彩的建築 這裡很多人都是穿著 泳裝那些 因為可能他們 待會要去沙灘 走走走走 我們就去到一個 旅遊景點 叫做聖馬里斯Church 啦 原來這裡有很多 環島遊的旅遊 成人20磅 小童人12磅 那我們現在呢 就去找一下 有什麼吃 我們打算去回 Mangstreet那邊 看看有什麼吃 好漂亮啊 這裡 哇 遷秀了別的地方 轉一下 走了一會兒之後 我們最後就選了這間餐廳 我們現在來了這間餐廳 好厲害 好好厲害 食物應該都可以 待會兒告訴大家 好漂亮啊 乾杯 這裡 哇 他們吃了這個 Double Cheese Burger 還要竟然在英國有一個 溶的芝士 不是凍芝士 好 我先吃一下這個 這個好像是一個 一個碎芝士 番茄 一般的三文治味道 鍵到水準 好搞笑啊 吃東西的時候 海遊很近我們 站在窗旁邊 剛剛就吃完東西了 讓我拍給大家看看 我們剛剛呢 其實就在我前方 看著這個這麼漂亮的風景 我們剛剛坐在這裡 超棒 現在就差不多 下午的五點多了 那我們現在就去這個 沙灘那裡走一下 Hello 見到這麼多人吃雪糕 我們也打算 一會兒一定要吃雪糕 我們走了到沙灘那裡 好舒服啊 現在的天氣 因為可能 開始晚了 現在五點多了 那裡呢 不知道大家看到沒有 其實有很多位 是被人玩這個 排球 我們現在呢 沿著這個沙灘走 去前邊 這個屋子 打算拍照 很舒服啊 這裡真的 要補一下太陽油 因為太陽真的 很曼 對 也挺曬的 不過其實也是有些涼風 曬得來 挺舒服的 還有海鷗很近我們 超近我們 在我們頭上飛 很害怕中頭獎 真的 真的 不過 這裡真的很舒服 真的 有時間的話 我想可以來這裡 休息 一天 其實我自己覺得 一天旅行也可以 可能很早來到 其實在玩這個島 其實都玩得完 玩到晚上 就拉車回去其他地方 在馬上玩 上網看 說人們來到 可以吃龍蝦包 剛剛 不過我們找不到 所以沒有吃 原來是在沙灘附近 很近就有一間 是我宿舍的 彩色屋 真的很漂亮 真的 我們現在就在大街 我們現在去吃雪糕 不如就試試這間Tamby的 冰淇淋 我們剛剛點了一個雪糕 就是兩球 我們點了 巧克力 和士多啤梨 和一塊 大家猜猜 英國的雪糕多有錢 這個就是五磅兩球 我覺得英國好像吃雪糕貴一點 如果在外面吃的話 在外面吃的話 但如果在超市買的話 就會便宜 試一下什麼味 試一下 咕咕咕咕咕咕咕 很好吃 好像有一點肉 對 有一點肉 你試試草莓 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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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很好吃 很好吃 他又回來了 哈哈 哈哈哈哈 那我們現在就差不多離開了 打算去Tester Extra買點東西 然後就回家煮點東西吃 那就一天了 好 再見 Tanbee 我們現在離開了 前面又有人排雪糕 看 好像很棒 阿妹我覺得這個應該很棒 這個雪糕 我們剛剛吃了五磅雪糕 不知道這裡有沒有便宜很多 原來也是差不多價錢 很漂亮 好不捨得Tanbee 好想再來 好漂亮 這個環境 對著各國喝酒 外國人是真的很享受 我覺得他們 是很享受一班朋友 然後就喝喝酒 聊聊天 就有一天了 現在上車了 那就去Tesco Extra 去買點東西吃今晚煮 突然看到這個Mild Deal 是有一個醬汁 一個麵 再加一個沙拉 我們就買了兩個套 我覺得是真的超便宜 這個 五元三瓶啤酒 我們買了六瓶 好棒 還要是那些Cider 我們選了一些果汁味的 好像二入口 現在就選了明天的早餐 今天餐的晚餐 好便宜 它由34磅減到25磅 大約五個人的晚餐 多謝每人5磅 哈哈 接著我們就出發去Airbnb了 我們住的房間 對出呢 就有個地方可以讓大家坐在這裡喝東西 聊聊天 其實都真的挺舒服的 帶大家room tour一下 一進去就是廚房 都真的令我驚喜 因為它的設備是漂亮的 還要很波心地提供Welsch cake 和一些Coaster的Capsule給我們 哇 已經有人在外面休息了 之後就到我們的客廳了 不知道大家是否和我一樣覺得這個窗台位很漂亮呢 拉起窗簾 對著彩色屋都很棒 之後就上上層看看 這層有三間房間和一個廁所 總括來說都真的不錯 而且都挺衛生的 之後我們也拿了些飲料去坐一下 那這段Vlog就差不多了 密切留意我們的Part2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就記得Like 和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我們下條影片見 Bye Bye